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国岳父的口音说了句 爸爸请喝茶 搞怪的口音动笑了全场 两人的伴娘团和伴郎团也罢光 全是衣青色的帅哥美女 但是网友却都在关注伴娘团里唯一的男士 不知道他和卢靖山是什么关系 能成为伴娘团里最特别的一员 整场婚礼浪漫而别出新意 两位新人望着彼此的眼神中 都透着浓浓的爱意 让人又羡慕又嫉妒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留下你的评论和我们一起讨论吧